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精彩的冰天混账 有些粉丝说很长时间没有看冰天混账了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相当相当长的视频 这期视频打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只能分成联系剧发给大家 你们可以耐心看一下 反正这个视频不像直播 错过了就看不了 这个视频发出去你们有空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看完可以帮忙点点赞 而且这期视频也是相当的精彩 然后一出来我们在小岛位置对吧 小岛位置就直接延伸到中间去 你看旁边有一个陈猫猫 这个陈猫猫在左上角直接拖到中间来 拖到中间来肯定是要抢我的框对吧 那么我们只能先把他带走啊 然后这一盘呢 右上角啊是那个房主啊 那个房主呢他玩了一个旁卖招对吧 什么旁卖招呢 他就是在游戏开始的瞬间他选了一个位置 选了那个二号位就是那个右上角 右上角那个地方呢旁边没有邻居 所以说他选的那个位置你要选的话大家都选对吧 他非要等我们准备了 然后他突然一下开始的瞬间选了一下 那么我们等下去整房主吧 先把这个陈猫猫带走 把他兵营一偷 为什么偷大兵营呢 因为他是直接拖中的 他的重工没有快 我把他的兵营一偷 他的重工就出不来了对吧 出不来了以后他就守不住啊 然后我们直接招坦克先把他这个牛车打掉 不要让他踩我的光 这一盘呢里面有几个会玩的 那个房主呢虽然他搞盘外招 但是他好像玩的也不错 这一盘呢有几个会玩的 小绿也玩的不错 还有那个右下角的紫色也玩的不错啊 这里有个箱子用基地车装一下 然后这个城堡猫你看 他红颖精神很顽强对吧 舍不得投降 但是没有用 他被我偷的比民重工出不来 然后呢我们只要造一个大炮就行了 这个时候你重工出来没有用呀 我的大炮马上出来了对吧 等一下大炮一出来就可以把他赶走了 然后你造小地宝我就不理你 我先把这个坦克修一下 直接来一个大地宝对吧 来一个大地宝先把你的小地宝全部拆掉 然后他就守不住了对吧 你看你为什么要抢我的框呢 直接带走啊 带走了以后呢 我们广快把坦克全部推到家里来了 房子等下那个小链打完了小红飞来偷袭我对吧 我们直接把坦克全部停到这个基地边上 然后呢用两个维修车去捡箱子 现在这里摆个大炮 你看这个右上角的弹弹射他是房主对吧 他旁边没有人 等我们打得差不多呢 我们就有损伤了 他就可以下来搞偷袭了 然后把这个箱子捡了 这个箱子刷的悬崖边上啊 这里还有个箱子 现在地图上还有五家对吧 还有五家呢 我们准备先把这个小绿带走啊 等这个小绿跟这个小红打完 我们就去搞个回手套 因为他离我比较近 你看红色直接投降了 这个红色你好歹也跟我消耗一下小绿啊 他好像没有打这个小绿 直接就投降了对吧 然后小绿的坦克基本上没有损伤 还有这么多 现在我打他的话 还不一定打得过他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巨炮先甩到山头上 抢我的箱子直接挑 然后再捡箱子对吧 看看能不能捡两个防空车 捡两个三星 然后一个巨炮 骰到山头上 骰到山头上 先把他重攻干掉对吧 他这个坦克呢 有三星 好像还吃了防御啊 我们这个小灰熊冲过去 有可能打不过 等这个巨炮上山 巨炮上山了以后 我们再出来 反正我后面有一个炮啊 你后面没炮对吧 他招了很多狗 在家里再摆一个 防止等一下他收不了了 直接往我家里冲 哎哟这个小子想干什么 小子有可能想搞回手套啊 想掏我中间 这个右上角的淡蓝色还有很多坦克 你看淡蓝色 他选了那个位置搞旁迈招对吧 在那个山头上 不是在山头上 在那个右上角 发展了半天对吧 你看他已经无敌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打小绿啊 小绿离我比较近 先飘掉他的重攻 飘掉并连 他造了个蜘蛛 赶快走 被他钻了也没事 我这里有维修车对吧 飘死他的直桌 然后再紧个箱子啊 现在小绿呢 他比较难受啊 因为他旁边都有人对吧 这个小岛有我堵住了 上面也有人 左下角也有人 他出一出不去 然后家里的框也踩光了 哎我这个三星防空车 一直左右摇摆 一直飘啊 但是那个房主 他搞盘外招 他发展了六七分钟 他踏在上面无敌的 但是一定要打小绿啊 如果我去打房主 这小绿搞偷袭 我就没了对吧 因为我已经得罪他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坦克停在外面啊 停在外面让他受不了 让他冲过来对吧 冲过来我后面有大炮 他打不赢 然后我这个防空车又穿过来 又穿过来 把他中攻飘掉 他支柱抓我 广快走 哎广快走 然后打掉电厂 往后面说对吧 他估计就快受不了了 受不了以后要吃我的坦克 我继续往后面走 然后杀个回马枪 掐住他的头 在家里再摆一个大炮啊 我后面有三个大炮助攻 然后这个小绿呢 就守不住了 守不住就要投降了对吧 先把这个被蜘蛛钻了都打掉 然后小绿投降了 这个小绿其实打得还可以啊 他投降了以后 然后地图上成一个三国局面 这个三国局面呢 我现在是最多小的一个 因为我坦克打了架对吧 我的坦克都有损伤 那个防阻呢发展的在右上角 他搞旁卖招 发展了半天 他基本上没什么损伤啊 然后你看卫星就看得到 他把所有的坦克 全部停到那个左上角去 要打那个紫色对吧 那不行啊 你打那个紫色我就要搞他了 因为他喜欢搞旁卖招对吧 我们准备到上面去 他去打这个紫色 我估计那个紫色损不住啊 那个防阻坦克太多了 我们直接冲上来冲上来 先打这个 淡淡色的牛车 让你搞旁卖招对吧 我直接把他的牛车全部干掉啊 他的注意力全部在那个左上角 你看看卫星就看得到 他坦克还往那边走 看到没有 往那边走 先干掉一个基地 干掉一个基地 然后往后面撤回来 捡了一个苏军基地呢 广快把这个苏军基地拖到家里去了 等一下我可以造犀牛坦克 然后再把他那个矿场全部飘掉 这下呢 我打了这个防阻 这个防阻呢 估计就会记恨我了 他有可能等一下会往我家里冲 但是这个是三国局面呢 说不定等一下那个紫色呢 会帮我对吧 我们孙牛联盟一起整他 这个三国他发展的最好啊 而且他搞盘外招 我肯定打他呀 然后呢 你看他所有的坦克全部回来了 对吧 回来了以后 等一下有可能会来打我 我们广快在家里 我不好防啊 再把这个箱子捡了 这个大蓝色呢 已经记恨我了 然后你看他家里的坦克 他家里的坦克是我的两倍之多 对吧 我感觉我有可能守不住 但是这个是三国局面 我刚才帮了一下那个紫色 有可能等一下这个大蓝色打我 紫色会帮我 有可能被孙牛联盟一起搞他对吧 然后我们广快在家里出一点大头兵 哎 多招一点大头兵 再继续捡箱子 这个小子呢 跟我发展的差不多 他家里的巨炮比我还要多一点 我现在坦克没有这个大蓝色多 然后广快装一点这个雷电车 这个雷电车呢 防守起来相当厉害 然后我们就开始造这个苏军的坦克了 对吧 我们准备造犀牛坦克 把这犀牛坦克全部派过来 然后家里还有箱子 我们广快 你看他来的对吧 他来了 我已经招惹他了 他击恨我了 他冲过来 我们掐住他的头 然后把苏军基地拖到家里去 哇 感觉守不住 守不住 当时呢 我心里想你冲过来 紫色广快就搞肥手套下 但是那个紫色他没有上对吧 他没有上 他在那里看线 然后这边 完了 守不住了 要翻车了 哦 有这么多坦克 冲过来 这怎么抵挡 感觉守不住的吧 然后我们广快往后面说 用这个大头兵防守 这么多坦克冲进来 他想打我的基地 然后打我的巨炮 我这个电场啊 都分散开来 我的电力非常充足了 他打我的电不怕 然后他直接把我巨炮干掉 冲进去 打我法国基地 完了 法国基地爆了 哎 还一滴血 广快控制巨炮 打地面 看到没有 小细节 不打地面 就被自己的巨炮给证实了 哎呦 这个防止 一生气 直接给我打飞了 这下完了呀 这下呢 起不来了 对吧 我现在家里只剩下三个坦克了 然后这个紫色呢 他也没有出手啊 这个紫色一直在家里龟缩 对吧 一直在家里摆大炮 反正我们进来的就是打防守的 他搞盘外招 我心里不爽 我就是要搞他 赢不赢无所谓 一定要把防守带走 对吧 然后那个紫色呢 你们看卫星就看得到啊 他把那个淡蓝色 右上角的建筑给拖了 他坦克没出去 你看他把这几个建筑偷了对吧 但是偷那几个建筑对他没什么影响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广快捡箱子发展一下 不然的话 等一下这个防守第二波冲击过来 我肯定就挡不住了 所以广快把巨炮全部放到这个小岛啊 然后出一个苏京重工 继继续造犀牛坦克 再造一点大头兵 刚才看到那个大头兵没有 那个大头兵装到这个防空车里面 防守起来相当厉害啊 而且这个淡蓝色呢 在家里也出了很多蜘蛛对吧 广快把这个箱子一剪 看看能不能升个三星 漂亮升了三星 等一下这个雷电车组装起来 就可以进攻了 把它全部装到里面 现在我的经济不好了 你看我只有1000多一点点 对吧 我们再造一个蜘蛛 造两个蜘蛛走到那个左上角去啊 因为那个箱子呢 会刷到那个左上角 等一下左上角我捡不到 你看这个紫色 完了 这四个箱子全部被紫色给抢光了 你抢我的箱子飘死你 这个紫色你还要抢我的箱子 算了 原谅他 现在我们就是要搞防守 现在打紫色的已经打不过了 而且紫色发展的这么好 当时我也没想到赢 我就是要把防守带走 他搞盘卫招对吧 我们要正义出手啊 然后再把这个箱子一捡 生了个星对吧 蜘蛛 这个蜘蛛就停在那个左上角啊 刷个箱子偷偷摸摸捡一个 然后又造一点大头兵 把它继续装到车子里面 因为这个淡蓝色呢 他在家里造了很多蜘蛛啊 这个大头兵装到这个车子里面 可以对付那个蜘蛛 然后现在我们坦克慢慢慢慢的 又多起来了对吧 多起来了以后 我们又把基地拖过来 继续把这个路口给他卡住 不卡住 等一下这个防守 一冲过来就冲到我家了啊 打一下地面看看有没有防空车没有装 好像还有几个防空车没有装啊 你看听到两个蜘蛛在那里 偷偷摸摸就可以捡一两个箱子对吧 这里刷了三个又捡一个苏津基地 又捡一个苏津基地把苏津基地拖到家里来啊 这个是生死斗模式 基地车被打掉的是造不了的 只能捡 飞行员也出不了 这个欢迎的基洛夫都出不了 微商火箭也出不了啊 所以说这个基地车捡到了 保存起来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防空车全部装起来 这个当然是 他不来 不来的话我们就准备去搞他啊 因为我有很多这个三星防空车 继续去搞他 家里再找几个蜘蛛啊 我左上角的蜘蛛死掉了 再找两个蜘蛛 再找两个蜘蛛到那个左上角去捡箱子对吧 刚才被他那个雷电车打掉了 然后这个雷电车呢先拐过来 拐过来先把他的蜘蛛干掉啊 这个雷电车呢是蜘蛛的克星 我有六个对吧 他有这么多蜘蛛进不了身 看到没有 一炮一个 然后垫死他的框长 他也招了很多雷电车 你看到没有 但是他那个雷电车没有生新的 我这个生的新的不要怕 他敢过来直接垫死他 然后往下面走啊 继续捡箱子 这期视频呢 打的时间相当长了 也相当精彩对吧 打了一个半小时 我就分个四级发给大家 本来呢 这个捡箱子的环节比较无聊 我想把它快进 但是有很多粉丝说 不要快进对吧 你这个快进呢 看到头没有看到尾啊 所以说我就给大家发个完整版 不快进了 然后把它的牛车 蜘蛛电视看到没有 这个蜘蛛啊 进的这个雷电车 他就没有办法 然后现在又成三毛钱了 没钱了 网块紧箱子啊 把这个箱子一剪 那个下面的紫色呢 他还是谁都不知道的 看到没有 紫色 你看紫色家里多少坦克啊 这个紫色如果冲过来的话 我肯定就没了 但是呢 他好像要等我们打完啊 他心里想 等你们两个人决出胜负 我就赢了对吧 但是我一口气 我也拿不下这个防阻啊 这个防阻坦克比我多 我虽然坦克没得多 但是我家里巨炮多啊 他打我的话呢 也不一定打得死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想呢 等一下 巨炮走那个上面延伸过去啊 走去把巨炮延伸过去 延伸到他家里去 这个大蓝色就会来冲我对吧 但是他这个雷电车 哦呦 他一下子造了三色的一个雷电车 我这个雷电车没他多 不敢上 他要抢箱子 我直接甩一个大炮 这个雷电车啊 一定要升的星 才比较厉害 他没有升星的 没什么用 然后又捡了个基点 看到没有 又捡了一个盟军基地 这个盟军基地呢 估计搬不回来 离家里太远了 搬回去看看 哦他发现了 发现了 广快打开 卖掉他 坦克升个星啊 多用坦克捡 离家里进的箱子呢 就用坦克捡 等一下坦克会吃的火力 对吧 现在我们矿场了 你看牛车不采矿 在家里放个矿场 把牛车飞回来 然后雷电车继续电塔 我这个雷电车电塔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照辐射才行 不照辐射的话 你照蜘蛛不行啊 我这个东西是你的蜘蛛的克星 然后家里又箱子 继续围起来捡箱子 现在这个淡蓝色 基本上跟我两败俱伤了 反正呢 赢不赢无所谓 那狗盘外招肯定要整死他 对吧 这个紫色我也不管了 我就打他 然后我这个雷电车 一直在他家里徘徊 他很难受 你看到没有 抓又抓不到 然后我就准备 走那个上面延伸上去啊 先把家里的箱子剪了 剪那个微商火箭 对吧 这个微商火箭呢 一个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微商火箭要有十来个才有用 哦呦这个紫色价这么多 这怎么整的赢他 我感觉打完这个淡蓝色 就可以推了呀 然后把这个家里的箱子剪了 我这个坦克吃了个火力对吧 然后一剪又剪那个前箱子 这里还有两个箱子继续剪 这个雷电车呢 我想去偷袭他家 好像也不太好偷袭哦 那只能延伸过来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建筑没有摆好位置 这个冰棉放不下去对吧 放不下去我们就重新造个电厂 重新造个电厂 哎放不过来 哎呦这里没放好 把重工卖了 把重工卖了 这里补个电厂啊 一定要把电厂卡在那个缝隙里面 这个电厂呢就可以延伸上来 延伸上来 等一下兵营就可以造过去了对吧 只要等我的这个句号造过去 你不冲也得冲 你想等我用坦克冲 那肯定不现实的 然后他雷电车又来抓我的资助 你看到没有 他就是不让我剪箱子 广快走 广快走 然后中间又有箱子 再把箱子剪了 他的防空车到下面去了对吧 我的防空车就可以穿上去 穿上去打他的资助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你们可以看下一集 下一集比较精彩 一会发作来